小心點騎喔 這東西掉到地上會碎 喔 奇怪 公司車什麼時候不保養 偏偏今天保養 這樣才可以給你靠更近 什麼 沒事啊 這人家大餐可以吃嗎 謝謝 雨甄啊 妳不吃啊 妳有吃飽嗎 這才第三盤耶 啊 我才吃第三盤啦 算了啊 我先去我哥那邊 不用啦 這一次 謝啦 我請 我愛你 雨甄啊 我真的好愛妳 自從第一次見到妳之後 妳就已經深深地住進我心裡 我只想 牽著妳的手 帶妳到天涯海角 直到海枯石爛 跟著妳 跟著妳 一生 一世 欸 冰打 妳在幹嘛 啊 早 早 嗯 你 這麼早 在這邊幹嘛 嗯 我看妳 雨甄啊 我有件事情想要跟你說 什麼事 我 我 我 這什麼 早餐耶 早餐耶 你看起來還不錯耶 我 我 我自己做的 嗯 你自己做的 這麼厲害 我幫妳試吃喔 嗯 好吃耶 嗯 你 喜歡嗎 我 我以後每天都可以做給妳吃 不要啦 大家都說妳是我司機 我不想再讓他們說妳是我的廚師 荒謬 我不介意的啦 我介意 好啦 上班啦 你車呢 你來幹嘛 因為我昨天跟小安去喝酒 所以我車還停在燒烤店外面 還沒去簽啊 那妳來幹嘛啊 我還以為妳是來接我的耶 走啦 坐公車啦 哦 雨甲啊 颱風好像真的提前要來了耶 哇 這樣子 你明天借場地不是很麻煩 這妳不用擔心 再困難的事情 我也會克服 欸 明達 幹嘛 你這麼有決心的樣子 還挺帥的喔 雨甄啊 我認識妳都十年了 妳第一次說我帥耶 十年 我從來沒說過妳帥嗎 沒有 一次都沒有喔 從來沒 那不重要 那不重要 你都哭了 那不哭了 那不哭了 封明達 你... 你... 哪來的事啦 還好吧 有沒有等很久 嗯... 哪來的事啦 哪來的事啦 有沒有等很久 嗯... 我是想說我剛身上主任 造型也要改變一下 這樣才可以跟你平起平坐 跟我在一起 壓力有這麼大 不會啊 這樣還好吧 帥是帥 不過小聲不想廢話 余生 這是你第二次說我帥了 我中暑都知道 好的 那我們看到了我們攝影大哥 幫我們找到了一個帥哥跟美女 我們來看看這一對的俊男美女 能不能夠完成我們所有觀眾的期待呢 琳達 這個是現場直播嗎 是啊 完蛋了 江文強最喜歡看籃球賽 這樣吧 親他 我們看到似乎我們今天的女主角 是有一點點的害羞 應該是現場的朋友你們不高熱情 親他 看什麼 好 你到底親不親啊 你不親的話 他們會一起排 再大聲一點 我們恭喜這一對俊男美女 好 好 好 不管天有多熱 我絕對不放手 只想這樣抱著你 好不好 好不好 感受彼此的心跳 感受彼此那個心跳 都說著我愛你 就算世界末日 我只要你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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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冰達 你掉剛剛保存得很好了 喔 你的生日禮物啊 我當然要保存好 欸 你從剛剛進來 就一直在笑 你到底在笑什麼 沒有啊 我是想說 我們好像又回到以前的樣子 一起在掉蝦 你知道 嗯 從今天開始以後 每天下班 我們都來掉蝦好不好 喔 好啊 我是不介意每天陪你一起掉蝦啦 但是不知道亞洲金控五六線的員工 會不會介意嗎 對喔 對喔 那個 我昨天接你電話 好像聽到安倫的聲音 怎麼那麼晚呢 他還在你家 你 這是吃醋的意思 吃醋 我怎麼會吃你的醋呢 好痛 不是啊 這是個誤會好不好 因為安倫他跟我爸工作很久了 我爸就只有我一個兒子啊 我之前都住在外面 所以他就把安倫當作是女兒一樣看待 之前安倫車禍 有些後遺症 所以他就不放心他一個人在外面啊 就把他接回到家裡面來住 就盡照顧嗎 喔 就盡照顧 當女兒看 像江爸爸你當兒子看一樣嗎 好 不一樣 不一樣 哇 你手勁怎麼變這麼大啊 最近有健身嘛 欸 欸 欸 是不是掉到了 對好像有 是不是掉到了 對 要跟他搏鬥一下 你你你給你給你 好 來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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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塞 真厲害 你真的 那 決定要出國啊 嗯 對啊 我爸昨天又再問了我一次 他盯得蠻緊的 所以 我應該會取 跟安倫一起啊 謝謝 嗯 對啊 因為他的外語能力很好啊 可以直接的翻譯整個過程 我要是在國外沒有他的話 其實還真的不太行 你很奇怪耶 你是亞洲金控總經理 你不會自己學然後自己去喔 應該已經來不及了啦 因為我下禮拜就要去 那這段時間 這段時間 這段時間 這段時間的狀況我已經稍微做了一個整理了 呃 第一 我一定會很想你 第二 第二 我到任何地方 都會寫明信片給你 第三 我一定會買當地的紀念禮品回來給你 報告完畢 嗨 明達 你剛剛拜拜的時候 到底是求什麼線啊 我 我剛剛不是說了嗎 我就是 這一次出國平安順利啊 嗯 看一下 不要 如果是抽到不好的籤 我就有理由叫他不要去 啊 上上籤 嗯 余珍啊 你會解成啊 嗯 懂一點 如果上面寫的是白話文的話 我就 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就 可以解 可以告訴我 哦 如果他是白話文的話 那 我也會解成啊 好笑嗎 方明達 還你啦 好過沒有任何人 好過沒有任何人 我想 我 我剛剛在拜拜的時候 順便 順便 順便哦 求了一個平安福要給你 我 你這次出國 我 我們都不在你身邊 自己一個人 一切小心 注意安全 平安福戴在身上 保平安啊 我愛著你 那個懶好人 愛著你 愛了你 卻只能應聲 沒關係 你別管我有多心疼 我是放開你 那個懶好人 為了你 對自己勾喊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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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使也會迎來 掌聲 許正啊 謝謝你 好久沒有看到 這麼漂亮的夜景了 對啊 那你還記得 我們最後一次看夜景是什麼時候 我記得啊 就我之前有一次心情不好 找你喝酒 結果喝醉了 可是 你應該忘記 後面一大段發生什麼事吧 那個懶好人為了你 我知道我那時候問你 喜歡什麼樣類型的女孩子 你形容得很立體 好像真的有這個人一樣 不過你最後好像還是沒有說 我喜歡的女生 她 她開心的時候 就喜歡吃冰淇淋 她不開心的時候 就會 大口大口的吃肉 她 她雖然看起來很兇 可是 我知道她內心 其實是很溫柔 哇賽 講得好立體喔 好像真的有這個人一樣 雨甄啊 我剛剛 我剛剛說的那個人就是 就是你 其實 我有說 只是後來 妳就喝醉了 就睡著 倒在我懷裡 那就等於沒說嘛 明達 我有話要告訴你 再不說就來不及了 妳說 對不起 我對感情一向都很遲鈍 我一直覺得妳在我身邊 是很理所當然的事情 一直到妳回去接班 那天晚上 妳把我騙到公園 跟我說了很多妳的心裡話 我才知道 妳一直這麼保護我 包容我 不管我做了什麼樣的決定 妳都還是用一樣的態度對我 妳都還是用一樣的態度對我 我知道 妳是打從心底 希望我幸福 雨甄 我不應該把這一切當成理所當然 我不應該一廂情願地認為 我們是一輩子的朋友 就不願意把妳對我的感情當成愛情 因為我很自私 我覺得我們會像一般人一樣 有一點愛情消失了 有一點愛情消失了 我們都會變成陌生人 可是我錯了 包容你爸 我把妳當成一般人 但其實妳不是 妳 所以我祝福妳 不管妳要去英國多久 不管妳在妳身邊的人會是誰 這次換我等妳 因為 我愛妳 我愛妳 我一直渴望 不管是故事甜 是否愛有最後 都能胸口貼著胸口 卻發現 妳是在這裡 妳的櫻口貓 妳的櫻口貓 我也愛妳 妳都來找我了 幹嘛不等一下 沒有啊 因為婷婷說妳去找廠商啊 我就不想打擾妳工作 而且我以為妳沒什麼事啊 只是路過上去看看妳 這給妳 這是什麼 這是我做的便當 我想說你最近很忙都不吃飯 如果是我做的你就一定會吃 下雨天你騎車小心 很多遺憾說不出來 擁有羨慕卻與我 我回公司了 拜拜 怎麼感覺這一幕我有夢過 請來替我把他帶回來 我確定要別等待 雨淳她開心的時候 喜歡吃冰淇淋 不開心的時候 會大吃大喝 她最喜歡去逛夜市 她並不是喜歡貴重的東西 她喜歡的是 東西本身的心意 我承認 我今天輸了 輸在我不夠勇敢 我不敢對她說 我愛你三個字 因為我知道怎麼做 而且做了十年 但是 我還是會再繼續做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一直做到 她在我面前 離開這個世上為止 對自己夠恨沒關係 沒錯 我今天是要跟她求婚 或許 或許 這不是最好 最浪漫的方式 但是 這是我懂的方式 但是 這是我懂的方式 讓開你 那顆藍 好人為了你 或許 今天你可能不會答應我 沒關係 天使沒有回憶來 我會再求一百次 一千次 一萬次 是 一直到 我們八十歲後的那一天 我還是會做的同樣的事 帶著你 來到這個電影院 對妳說 董經理 接下來妳要說的話 還是留著妳們 單獨的時候再說吧 余蓁 如果妳再不嫁 我就要嫁了 安倫 妳一定也可以 找到處於妳自己的幸福 也不知道會不會找到我的幸福 但是我已經看見 欺負的樣子是什麼 美安說不該再有要求 兩個人朝著兩個方向 太多的努力都很蒼白 即便手牽著手 要什麼都有 余蓁 我 該說的 都說了 余蓁 我 我 我 一直渴望不管是故事 天是否愛有絕對 都能胸口貼著胸口 哦 卻發現在一起六年以後 你還是習慣一個人 獨自承受 男人 outlined in the check 愛 所以 這 吧 我 要 有身體對方考慮太多 會上來 走下去的 理由 和 入壞 中 一百次我就願意 再 approached 一千次我願意 一萬次我願意 就算能讓我們八十歲 再來這個電影院 我的答案還是我願意 我不想這樣 你明白不明白 愛不是你以為接受 我一直渴望 會不會是苦時間 是否愛也缺口 方明達先生 你願意接受 江宇珍小姐做你的妻子 並承諾在任何環境中 一生敬愛她嗎 我願意 江宇珍小姐 你願意接受 方明達先生做你的丈夫 並承諾在任何環境中 一生敬愛她嗎 宇珍啊 我愛你 愛冰達 我不敢對他說 我愛你三個字 因為我只知道怎麼做 或許 這不是最浪漫的方式 但是 這是我懂的方式 我是即將接任亞洲金控的總經理 方明達 十年有多少機會 你可以有多先跟我說 你知道嗎 除了你之外 在這個世界上 沒有任何一件事情 是我在乎的 包括我家的亞洲金控 你 陳建廷 憑什麼這樣怪女生啊你 不管發生任何事情 我都會在 就算我人不在 也在 明達 這次花我的臉 因為我愛你 或許 今天你可能不會答應我 但是 我會再求一百次 一千次 一萬次 我願意 我願意 你 我給你戴上這枚戒指 代表我對你的忠貞與愛情 我給你戴上這枚戒指 代表我對你的忠貞與愛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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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